心灵阳光 心中的目标 作者 荣心 在出唐时的洛阳净土寺 一个年轻的和尚因家中贫困 13岁或说11岁在这里出了家 他每日除了坐早晚客外 寺里的方丈还要他撒少寺院 担水及负责去后山采买 而其他和尚与他相比 则要清闲许多 即便是被分配购物 也是去寺前较尽的集市买些零碎东西 就这样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年轻的和尚突然有一天觉得有些不公 就去找方丈理论 老和尚听完后笑而不答 只是低头淫了一声佛号 第二天 当这个青年和尚背着一袋米 从后山市镇赶回来时 却发现方丈正在寺院门口等待 老和尚笑着示意他放下米袋休息 然后自己也找了块平地盘腿而坐 时间过去了大半天 只等到日落西山时 他们才看见两个小和尚 抬着一小袋食盐 说说笑笑地朝寺院走来 方丈起身 很不客气地问他们 我一大早就让你们去买盐 路途不远又很平坦 但你们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呢 一个小和尚低着头胆怯地回答 我们一路上谈笑看风景 走累了还要休息休息 所以回来晚了 方丈转身又问年轻和尚 寺后的市镇那么遥远 道路又崎岖不平 背着这么重的米袋 还要翻越两座山峰 为什么回来比他们早呢 年轻和尚回答道 由于肩上的东西重 我走路时就要格外小心 这样反而会走得又稳又快 十几年来 我每天想的都是找去找归 这已养成习惯 在路途中 我的心里只有目标 所以反而忽视了道路的坎坷与崎岖 方丈听完后笑着说 道路平坦了 心反而不在目标上 在坎坷的路上行走 才能磨练出一个人的心智啊 年轻的和尚顿时大悟 此后他变得更加刻苦 勤奋和精进 不久 四里进行一次严格全面的考核 内容包括体力 毅力 诵经 悟性等等 而这位年轻的和尚 没有辜负老方丈对他的期望 以优异的成绩 在众僧中脱颖而出 他就是我国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 汉传佛教历史上最伟大的翻译家 法相宗的创始人 玄藏法师 他年轻时在坎坷道路上的艰苦磨练 成就了他悉行取经的伟大壮举 他心中只有目标的坚定信念 使他能够历经千难万险 而取回了真经